HELLO 大家好,我是尾哥,我们今天继续玩要玩者荣耀,然后今天要玩克龙战 我方是光羽,第一方是孙悟空,光羽也是这座刚出的英雄,等了好久才等到光羽出来 为了买光羽,涨了好几次金币,都是到了2万多,然后又买了一个,买了一个谁,买了一次貂蝉,还获得了一个小桥,就在这等一段时间,还买了一个老人的姜子牙什么都买了 因为最近赚金币还是挺容易的,谁说就买了挺多英雄,然后抽奖也抽了一些,就是每天签到对方英雄 对换的英雄就对换了几个,就这段时间多了好几个英雄,到现在应该有31个英雄了 现在是打猴子,这个应该是能赢的吧,毕竟我们伤害比较高,猴子只有暴击 我们冲锁一下,再来一批,对换就去的挺多血的,但是这个一技能批的时间还是比较慢 我这个皮肤是用皮肤碎片对换的,不是那个点券买的,英雄是用金币买的,金币1万8 然后偶尔平时去完成这些任务应该是可以获得一些皮肤碎片的,皮肤碎片换一个好像只要28个碎片可以换皮肤的 58个英雄碎片可以换一个英雄的,如果大家每周有签到的话,每周有签到的话,应该是每周有送一个英雄碎片 这个猴子想欺负我们家,欺负我们家的官员,这个官员过来送死,这个快没血了,别跑,你是我的,快回来吧 他斩杀了一个 哎呀,这把没啃到,这个没血了,但是不敢冲在他塔下 我还要等冲锋效果 哎呀,这个又要挂了 这个有点坑了自己的队友啊 我把他就往自己队友升任戟 打了他自己残血了,只得他一个助攻,不过他也是没血了 他刚才也是跟对外孙悟空周旋的半天,也是没多少血 他刚才应该要知道是为什么跑不了 聪明的人就该跟我的大刀保持安全的距离 而且还准备拆塔 关于主要的拆塔有点难 再靠冲锋 但一旦停下来就没有冲锋效果 普通攻击不是很 没多少个,这个是配合大招 大招的冲锋效果有这种 可以打一堆的往前冲 然后速度又变快了,冲锋效果又变快 两个 哎,现在这么快就过掉了,好像就10秒钟太短了点 这个骑马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速度相当快 但你玩,玩关于王逛的话 你玩别的运行感觉他走得太慢了 太慢都影响到那个花灰了 然后玩习惯他冲锋状态,你一直冲一直冲 看别的运行都是慢悠悠的 这边,这边对方有几个在欺负 三只猴子啊,跳开 配合二技能打,打,弹开弹开,赶紧赶紧 哎呀,刚才可能一紧张一下那个错过的几次 哎呀,又来了一个 哇,被我方又抢杀了一个 哎呀呀,三只猴子 我好像有一个大杀特杀呀 我也来大杀特杀 没杀到哎 这只猴子就像追着我打 快跑快跑快跑 配合一个大招,把配合一技能和斩杀 差点被对方猴子去杀 还要带了个掌杀和那个一技能 一技能伤害也很高了 那个关羽的一技能 哦,这时候我跟关羽有一个关羽不玩了 这个关羽,什么时候不玩都不知道 现在我们就基本是四打五了 是打五的问题 打猴子还是比较烈,比较好打 打猪仔 打猪仔 打猪仔大家,大家都有钱 大家都有经验 开个大招打猪仔 冲一下冲一下 这样子我们 哎呀糟糕,猴子跑来抢 这猴子真讨厌 我打就剩两个血了 OK,你居然还在打 那好吧,我们来一个大刀 先把龙抢来再说 赶紧跑赶紧跑 趁对方还没追到我 我的草虫应该追不到我 往下撤 这个满血的 我一进入冲锅状态 他就追不到我了 进入冲锅状态 就等于那个加速了 加速之后他根本追不到 现在人家短腿猴 本来猴子一个金斗 就能十万八千 你知道 他居然追不到我们关羽 关羽一记单千 我来抓人了 既然敢打我们家兰姆 我们家兰姆是你打的嘛 先把你赶走 我们不杀不是 不是不想杀 但是我们不需要杀 我们也不需要狼的 我们不杀也不会给猴子杀 买买一批 打到现在我们一个塔没推掉 也是不行的 这个游戏本来就是推塔游戏 如果关杀人 那不推塔 还是要等着输 努力先推塔 最后我推掉一个塔 再来打 打这小兵 看你们选光也又没几个废的 你们就是牛 很充实状 这就是我方双花双花不同的态度 对方还说我们牛 我方自己居然说自己不行 这什么情况 对方被我们打的都说我们牛了 我们自己的还说自己不行 稍微有点卡现在 哎呀信号 突然变黄了 来一刀 开个大招 可以吧 跟你玩的就是速度 玩的就是速度与低齐 好 我方光与三杀 我都没看到几个猴子 我都没三杀了两下 我才杀了两个啊 还不是双杀 还是一直接 这个就快死了 直接砍死了 还不是我砍死了呀 这都砍不到啊太坑了 那天方直接 挂了四个猴子 我方防御塔 我来摘塔 我换下路塔 我换下路塔 就被拆了两个了 刚才我只在拆上路塔 对方又来一只猴子 两个猴子准备来了 开个大招 再开一个一技能 快跑快跑 再往回冲一下 应该能击杀一个 抢杀了一个 然后赶紧跑 猴子都说 追不到我们 来回来回冲展一下 猴子也闷了的 他们也不知道抓水了 我们的速度很快 这就叫速度激进 有坐骑就是不一样的 其实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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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因为那个鱼啊 他走的速度也是挺快的吧 对啊 特别是放了大招之后 嗯 他反正跑的也挺快 来吧 想跑 哎呀 哎呀呀还跑 再来冲一下就好了 我不用技能 只要有冲关状态 直接普通攻击 就有一个冲撞效果 关羽的冲关状态 可以有四种状态 一技能二技能大招还有普通攻击 反正只要进入了冲关状态 基本就可以挺溜的 来吧来吧 哎呀 刚才回升一下 那个那个冲关状态没了 我看超神的应该被终结了 活能不能也超神一下 就差三个了 哎呀 有点着急换了 没砍到 冲一个 他的大招没把我挑起来 来你再追我 再追我来一个匪马 匪马枪 匪马刀 然后 关羽应的是刀 如果三国名将各个斗云都有骑马 那多6 赵云 赵云也是应该要赵云要骑着白马 猴子应该要骑着金斗云 孙悟空应该要骑着金斗云 想打龙吗 想打龙吗 你想打龙吗 你想打龙吗 龙就剩那么一滴血没人打了 这技能费的被人抢了 来来来 还有一只猴子 没血了 别跑 我会跳跃的 哎 藏他去了 就是开银子 这下我抢到一个了吧 再来再来再来给我杀两个 这边上路的兵有多一点轻一下 他一条直线上面就泡兵 都轻不 也不是一下能解决 其他小兵一下都解决 现在对方的猴子都是我们好猛的关羽 关羽这么猛 太着急了 我来 这个没血了 给你当跳 哎呀没长沙呀 没长沙 跟他刚砍 先撤吧先撤 没血了 不跟你们玩 差点挂了 还想超神 三杀不了 来个超神也可以 现在我们是四打五的 往往有一个这个这个关羽 直接挂在这里 现在这个新版本 你如果挂机的话 就是每天会减少 人家是 赚金钱的那个样子吧 就是 如果你每天 不出现挂机状态 每天的新 就是每周的金融上线 每天 当天就会增长一百吧 诺勒 应该是三千五吧 一周的金币上线 就是你不管怎么玩 你一周只能挂三千五 如果你一天没有出现挂机状态 然后每天就会给你增加一百的上线 然后就增加七天上去的话 你上线应该就四千二吧 那一周就可以挂到四千二的金币 然后再加一些别的 别的过任务 然后奖励的金币 就不止四千二了 像那个每天 那个活跃度完成到一百五十左右 又有奖励一百多的金币 一百多两百多的金币吧 现在装金币也是挺快的 而且活跃度满的话 还挣了那个湖文 没完碎片了 再直接打独仔 不打不打 我们打独仔也没用了 我们已经这么猛了 打独仔太耗时间对我们来说 我们要跑出去绕半圈再去打 地方有一只猴子想偷我们跑 我们两个两个光与兔在这里 你还想跑 不过还是跑掉了 他开个影风 开个纷纷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哎 躲到草丛里面去 给你机会跑你不跑 不要我们宰了你 又来一只猴子资源 哎呀 开个大招他已经把猴子解决了 我打小兵好了 我打小兵好了 老大招他 老大招他 华兔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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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obiles 我来还抹手 ゆ许可 打了像進攻戰時還沒有 剛才可能大家應該是在推塔 他會說塔被推了就一點點血 哦對呀就剩那麼點血了 他們這樣敢強拆塔 好猶猛呀這關 玩的就是爛 我們四個人一起衝向塔去啊 我來啦我也來衝個塔 開個大招 這個快掛了 鑽死一個吧還有一個給我超省一下可以嗎 沒有了沒有了 下我方三個過來了還有一個第四個關羽也過來了 四個關羽都齊亮相 對方已經掛了四個物色悟空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在家裡不敢出來 好等7就到這聯繫大家就差一個超省了 可惜了可惜了這麼快拆家 現在我的本周金幣可以3800 我居然是MVP 我沒死一次然後11.8v 是的 一鐘 都封起來 既然現在的傳統 配音 當然 很明顯 很明顯 對方 雖然是否 看一下 我 啊 不行